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今天晚上 台聯募款參會 這個李前總統 他 並沒有退縮 他依然勇敢的 站在小英的旁邊 麗庭小英 同時呼籲 要棄馬 爆台 他說過期這段時間 台灣人的尊嚴 去讓他站在肚子 他感覺很痛 90歲了 他就不怕死了 還有什麼好怕 那麼馬總統今天也出來開記者會 他說他絕對沒有政治追殺 他一切尊重司法 他沒有介入 所以今天我們會開放給大家語音投票 昨天晚上是開放語音投票是創下大話新聞 做節目以來最高的這個次數是高達 他打電話進來高達五萬八千多次 為什麼 這個觀眾百姓 這麼的憤慨 認為這是一場政治追殺 那麼今天我們也會來解讀 那麼90歲的人 十一支心臟的支架 需要這樣嗎 那麼國際媒體 怎麼看待這件事 今天啊 我們啊 也要跟大家來報告 繼續來追蹤這個事件 影響有多大 但是比李玉忠要求 大家要聲援李登輝 同時這不會是最後一件 那麼他說民進黨非團結不可 是沒有辦法切割的 為什麼他的感受這麼深 等一下我們也來分析 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棟 郭東兄你好 你好 台灣 好 另外呢 這個是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檢醫院 檢醫院 檢醫院你好 你好 台灣好 好 那麼檢醫院他今天 也有跟李前總統那邊聯繫 那到底李前總統 跟他講了什麼東西 那麼等一下也請他 來跟大家做報告 另外我們邀請的是 是東北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中年華你好 你好 鳳醫院 郭美鳳親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台北大學工行系的副教授 胡漢君 胡老師 華老師你好 鳳醫好 大家好 好 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 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那麼李前總統他沒有畏縮 他今天依然站出來 他說過期三年的這個執政 他沒有看過 怎麼會有人連續的不滿意度那麼高 滿意度那麼低 那也唯有台灣人站出來 只有副民進黨不夠 台灣人要站出來團結 才有辦法護衛這塊土地 跟所有人的尊嚴 他呼籲大家氣麻保台 來 我們來看VCR 全世界最低的 年輕人已經用出生率 對麻營救 倒下不信任票 看到台灣人信心 一個要幫忙 中央的這個人 打這個腳底 我的心來實在說很痛痛 如何反救台灣人的主族的危機 激激激激的方法 很清楚 這就是我去年了 喊出來 去買保台 只有國家的領土人 沒有別的方法 只有這個唯一的方法而已 我來建議大家 先去看這個 鐵清楚的新聞再看看 就會發現 說到我的部分是 完全是不正義嘛 說什麼 看到我的辦公室主任 表情 嚴肅 就是所有是我的支持 你說什麼人啊 到我真好 他做的事情 我都知道 說什麼的是 我 知道的人 書校 價位 好好地 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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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點 這都是 無法的事情 所以這不是 總統 做總統的人 應該做的事情 對啊 我要說的是 我已經老了 現在 九十歲 實在說 死我都沒有在怕 哪裏 怕什麼 說我做 那裏的這個手段 要來對付我 我相信 就算我 李定輝 死了 我在想 台灣人 要有很多李定輝 可以繼續 為台灣的民主打招 只要我 要為口氣 我就會 跟大家 做會的 到底人打招 好 這是李政總統 他 可以說 說 最新的位 他說 即便 壓迫李定輝 他相信 李定輝老了 李定輝死 他相信台灣 還有很多李定輝 好 那麼國龍兄 你怎麼看李政總統 他們 全世界的大媒體 都聚焦在李定輝這場 暗會中 聽他怎麼說 我相信包括中國那邊 也是很關心李定輝的公法 我相信很多 很多的台灣人 可以一直等到 即時即刻 聽李定輝 發出這個聲音出來 蓋起來 我相信 他們很多人會感動 李定輝個人 一說 他死就沒關係 後面有漆漆漆漆 李定輝會出來 這句話 跟台灣人說 你來勇敢 你來奮賤 一個九十塊心臟 十一基 讓他說十一基 他繼續為求 你這樣打拚 了解李定輝 高興的人 知道 要跟李定輝鬥爭 你還支持他的戰鬥力 他是 經過台灣 政治為日本 時代 一直跟國民黨統治的時代 很長的時間 他都在賤 怕你還可以站出來 說這些話 我相信很多事情 就是在等這個 要聽這個 本來就我要告 怕你這個事情 馬英九 怕你會沒有四點的記者會 那這麼奇怪 肯定讓他放到 他那麼大 你看 那味噬都不對 那味噬都沒有太多 那味噬都沒有太多 你們的記者會到底要說什麼 他說的話 根本可以用總統副 發表一個新聞稿就好了 為什麼他一分鐘 站出來說 這個事情已經嚴重了 這個事情 如果又炒作下去 對馬英九 沒有人是很大的來胸 你來注意這項 我早上有說 後面中國也是在注意這個 因為前兩天 中國的新法社才發新聞稿 還在勸勸李定輝 是切割台灣跟中國關係 是最大的一個最貴好手 前兩天而已 你怕你馬上 用貪污起訴李定輝 中國那邊 也是在注意這個事情 要怎麼處理 如果處理不好的時候 馬英九 你要怎麼擺平這個事情 不一定會對他 會加分的 所以怕李定輝這項暗會 全世界都在看的時候 如果他還說出 怕你台灣 叫一個馬英九 這樣在通知 不但沒有台灣的意識 既然這個貧富差跡又撐大 如果不把馬英九撐下來 台灣人沒辦法嫁在家 那時候他們已經 頭部都放出去了 那時候 馬英九要怎麼回應這件事 那請教一下檢議員 今天跟李前總統在那邊聯繫 有什麼樣的訊息嗎 是 頭一點就是說 阿薇北亞就是 大家電視所看的 越戰越勇 其實今天先前 也算前前 我們大家看到的時候 就是那種感覺 其實健到精神 本來就是